大家好 我是小心台階的信杰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 關於最近上新聞的事件 我在影片中做的這個動作叫slide slide是最近幾年 在國外比較盛行的跑步動作 例如像是國外的大神Jose Ganger 他在去年的11月10號 在英國的布里斯托做的slide一樣 那這個動作是這樣子 要用手跟腳跟背去撐住牆 去做一個張力 然後去撐在上面 然後透過腳踝跟手的控制 慢慢的往下滑 一開始我也是在比較安全的地方做訓練 循序漸進的方式 在確認自身的安全狀況 以及確認自身的能力後 才敢慢慢提升高度 那在這邊也呼籲大家 在訓練跑酷的時候 也要透過循序漸進的方式 安全狀況為第一優先 不要受傷為標準 再去訓練跑酷 畢竟跑酷不是玩命 經警方調查 發現王賢先以同樣方式 潛入展覽館廠刊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我們在這個影片中安全的考量 我們到底做哪些準備 第一個我們先到地面 先確認場地的長度 它的寬度 它的穩固程度 它的摩擦力 以及確認它是否毀壞 以及確認我們的技能 確認我們是真的可以做這個slide的 第二個 用長焦鏡由下往上打 確認場地過程都沒有任何釘子 確認場地沒有毀壞 以及確認場地是沒有危險的 第三個 跟正常人一樣 搭電梯到屋頂 做第一次的場刊 也確認天氣狀況 心理狀況 當下是安全的可以做的 在進行多方考量後 我們才決定做這個slide 最後要提醒大家 場刊真的很重要 在做任何跑酷之前 一定要先做場刊 再做跑酷 這樣會比較安全 也比較放心 在底下露營的人 疑似還帶著無線電 和上面的同伴溝通 沒想到跑酷團體 竟然跑到南港展覽館挑戰 上次有提到 我們使用無線電進行溝通 那為什麼我們要使用無線電 進行溝通呢 如果旁邊有一個觀察手 在觀看我的動作 會讓整個過程更安全 不過公用電梯頂多到四樓 王姓男子卻闖到管制區域 從七樓往下滑 當天我們在進行場刊 以及做動作的時候 一樓跟七樓都有保全跟櫃台 但我們在進去大樓裡面的時候 並沒有要求我們離開 不是遭受到驅趕 我們就跟普通人一樣 走到大樓裡面 走到電梯裡面 按電梯按七樓 並直接搭到七樓 走到七樓的陽台 進行場刊 然後並做完這個挑戰 頂樓有兩個人站在上面 下一秒其中一名男子 把另一人往下推送 他根本沒有推我 在這麼高的地方 這是這麼嚴重的事情 你們在開什麼玩笑 目前不確定媒體為什麼會有這些影片 它的來源是來自於哪裡 我只有在做筆錄的時候 因為辦案需要而把影片給警方 警方也承諾我說 因為偵查不公開的原因 不會把這部影片公開 那我不清楚為什麼媒體會有這些影片 以上是由我們角度去討論這件事情 那也分享我們所知道的資訊 在這邊也要提醒大家 在了解事情的真相時 要聽取多方的資訊 再去下定論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在這邊也要呼籲大家 在做跑酷的時候 要確認自身的安全狀況 不要因為帥而去模仿 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全地做跑酷 並且玩得開心 享受其中 這才是跑酷的本質